吃完美味的葱油饼之后 来碧潭的吊桥上走走 可以看到许多人在这悠闲的漫步 更可以看到许多游客 惬意的搭着天鹅船 在碧潭上悠游 这座横跨新电溪的碧潭吊桥 早在1937年就已经完工 是日治时期第一座 由台湾人设计与施工的桥梁 如今已有84年的历史了 也是新北市的市定古迹 午后来碧潭桥上 享受河岸风光或夕阳 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不跟我骑鸭鸭车 我才不要跟你骑鸭鸭 吃完葱油饼 我跟你讲 要来一个那种 一定要上这个吊桥 碧潭最有名的这个就吊桥 就很多情侣爱来的 那我先走了 不是啦 我们是介绍 我也已婚 你神经病 我有男朋友 没有 对 真的 所以你看这条桥 它已经八十几年了 其实我 因为我家里这边很近 我偶尔也会来这边 真的假的 因为这两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来这边很方便 就是捷运 捷运站也在这儿 也在这边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悠哉的遛狗 你来啊 对 你一定要上桥来 然后走一下 因为这个桥很稳固 然后它以前这个新店锡 是用百度的 不是英文 百度人的百度 对 就是百度遥传过来 它现在有这个桥之后 它就连接了新店跟中和 是 全长186.8公尺 所以可以开车进来吗 不行啦 不行 以前好像可以骑假游车 后来好像也不行了 对 还是不要啦 对 对 就是人车分开 你看它宽 它算我们知道比较大 宽的 它算是很大的吊条 对 而且 离那个新店锡有30公尺 对 其实走在上面 感觉还蛮稳的 蛮稳的 很稳啊 就它的木板什么的 也铺得还蛮平 蛮稳的 而且很舒服 你知道吗 很舒服 然后昔日这边是那种八景之一 八景 对 有新北的八景 有个新北八景 那另外七景是 这五 你这样就烤刀我了 你先来一景嘛 新店的一景就好了 搞不好 未来会去其他七景 对 OK好 继续来走走 小姐姐 你就别再为难 好久了 也许未来有机会 再造访其他的景点也说不定 是说一整天下来 吃了饭面跟饼内的咸食 按照小姐姐的惯例 也该要有个甜点出现了吧 不知道后期会有没有 替小姐姐准备好了呢 我问你 你好 你吃过最棒的古早味是什么 那绝对是我外婆的手艺 那种味道无可比拟 外婆 那吃的不只是美味 还是回忆泥 真的 我跟你讲 在那个新店的大风路上呢 有一个传承的那种古早味的手艺 卖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好吃 我知道 红豆饼 你怎么会知道 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那种饼香真的好棒喔 而且听说老板娘 这个年轻的 真的耶 真的 老板娘买的 好年轻喔 老板娘 我想问一下 是 你这么年轻啊 怎么会是这种 传统红豆饼手艺的创办人之一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小时候 下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比较贪吃 所以下课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肚子饿 然后回外婆家的时候 外婆都会买红豆饼跟我们吃 所以我觉得那吃的最晚就是个回忆 那回忆跟味道 可是重点是 那代表你外婆是不会做红豆饼的吗 那你怎么会去学做红豆饼的 是 因为我们其实是先有比例之后 我们自己去慢慢的研发 调整 所以它的口味有很多种 也是那种 传统跟现代那种结合 再创新 那这样子 你会推荐你们店里的哪几个口味 对… 我会推荐你们可以吃吃看 红豆白玉 然后还有珍珠奶茶饼 喝的你有推荐什么 喝的我会推荐你可以喝喝看 鱼头三Q奶鲜奶 鱼头三Q 就有三个Q吗 对 它里面会有 珍珠 然后会有玉圆 还会有西米布 都是她爱的 光听这些就知道 小姐姐肯定爱的 这间在大风路上的甜品饮料店 还没走进店里 就能闻到烤红豆饼的味道 创办人秉持着对外婆的思念 以及小时候吃红豆饼的美好回忆 而有了这间茶屋的构想 这让我也不由自主的 想念起外婆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古早味 古早味的味道 其实现在人会因应一些可能 创新或是年轻人的喜好 然后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意在里面 让这些甜点越来越精致跟好吃 然后味道很棒 像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就是那个 红豆白玉麻酥 好棒 好日式喔 提起来 我以为只有中间一圈那种 没有 你看 你看婆面图就很清楚 它外面的饼其实没有很厚 然后它其实算薄 然后里面呢 因为我是很喜欢吃麻酥类白玉类的 所以我每次只要有任何麻酥类的东西 尤其是红豆饼我都会去点 我觉得它的麻酥的分量是给多的 很爽 过得很过瘾 因为其实很多就是 红豆饼加方便 它会这样子捞一球放中间 那可能外面饼就会比较多一点 可是我觉得它铺的是很平均的 很平均的 对 所以你每一口 你在第一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到那个白玉类的味道 其实像这种过去红豆饼 我们小时候到达这样吃 其实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演变 越来越不甜 对 不甜 它的不甜不代表没有味道 走的是清甜的路线 对 吃起来比较舒服 那你说真的 像这种啊 如果你吃个两个三个 不要说两个三个 你吃一个你就腻 它的红豆麻糬 我觉得麻糬反而是主角 因为它的麻糬口感太好了 它的红豆呢 比较像在上面点缀的 它算红豆沙 它算红豆沙 它有带颗 可是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粒一粒 它其实它已经煮到很软面 所以其实你在吃的时候 你吃不到红豆的颗粒感 可是你一米上去再咀嚼的时候 它完全跟那个白玉麻糬 这样子混在一起 交缠在一起 变成红豆麻糬 这红豆饼光看外表 就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了 外衣经过烤后 香味十足 口感微酥脆中 带点软嫩和内馅的麻糬 扎实饱满 吃起来爽Q有弹性 与煮得嘟嘟好的红豆泥 交织出一种来自仙界的味道 真的是本当に美味 而且除了红豆白玉麻糬之外 店里竟然还有这种口味 再来就是店家热情推荐 来珍珠奶茶饼 我们曾经吃过珍珠奶茶包 对 珍珠奶茶松饼 珍珠奶茶本人 还有吗 还有珍珠奶茶相关的吗 珍珠奶茶 冰 冰 对… 好像还没有吃过珍珠奶茶 测冷 你看它的皮有多薄 你这样看得到吧 看得到 底下这个 它其实就是 超薄 它们家的饼满统一的 就是上下薄 侧面比较厚 对 台湾人做的珍珠奶茶 茶香尾韵做到 完全没有在麻糬的 我很喜欢是 它们里面是有点点像 木脂状还是有点 木脂状… 对 它有一点点黏稠固在 它得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怕大家在吃红豆饼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爆出来或者流出来 但是它让它有点在那种 半黏稠状 入口之后 你的嘴巴的温度 就把那些 比较壮的部分弄成茶了 对 然后就变成液体了 然后再咬珍珠 一开始吃下去的时候 一定是那珍珠 那个软Q的口感 是很棒的嘛 然后你开始那个奶茶的味道出来 真的 你在咀嚼的时候 茶香跑出来了 那个茶那个尾韵很棒 没想到珍珠奶茶 竟然也入到车轮饼的口味了呢 这一口咬下去 内馅的伯爵红茶香气大爆发 绝着大颗大颗的珍珠 呆呆的口感席卷而来 而咀嚼完珍珠后 伴随着的是茶的尾韵 吃个车轮饼 也能有这么多重的味觉体验 真的是相当值回票价 刚刚老板推荐我们是芋头3Q 3Q 所以你有喝过这种东西喔 没有 有珍珠 我还是要给这家的店很棒的分数 其实他把这个东西 这样全部加进去之后 它还不是到那种超级甜 珍珠是黑糖炒的 你很难不炒的甜 所以它必须要一直的回锅一直炒 里面有西米露 有珍珠 有芋圓吗 还有芋头 芋泥 以后之前搅拌成这样 其实那个鲜奶慢慢会变成芋头牛奶 基本上这一道是没有茶喔 它没有茶 它下去之后 你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甜味 然后自己的香气 混合在一起之后 一定的比例这样交错之后 鲜奶做个中和下去 好棒 很不错 很不错的店 你来这边吃饭的话 欢迎路过来带一杯 你也可以专程啦 看完我们节目明天 刚好放假就来了嘛 对耶 对耶 我们节目很方便 很方便 看星期往时就对了喔 看完隔天立刻吃起来 这间甜品店 不论是红豆饼还是饮料 通通都是走真材实料路线 来新店没吃 你肯定会后悔 最后的最后 宵夜当然也要古早起来 先来碗鸭肉饭 再配个当归鸭肉丸汤 乱饿的宵夜场 就是要你压好压满 星期往时 待会陪你继续吃宵夜咯